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你一定听过黑洞这个名词 但是黑洞对我们来说 会不会好像那个天高皇帝远 似乎没有特别的意义 只知道这是宇宙当中的 一种自然现象 至于它怎么出现的 它怎么存在 就不得而知了 留待给有兴趣研究的科学家去烦恼 那说到这呢 有一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 他在1985年参加一场宇宙学的会议 在会议中他解释黑洞 如同把一个时钟丢进黑洞里面 时钟就会停止 因为在黑洞里面 时间是不存在的 后来科学家霍金 又提出了一个理论 他觉得黑洞啊 就像是宇宙中的通道 可以连接另外一个宇宙 哇 这听起来 黑洞实在是很奇妙的存在 虽然现今我们人不太了解 黑洞为什么出现 为什么存在 对我们这些人类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今天的Easy Time生活 让我和你分享 台湾清华大学的生命学院 潘荣龙教授的分享 即使觉得自己不懂科学 不了解黑洞的听众朋友 听完之后 也可以从中获得不少启发哦 夜蓝人静 抬头仰望浩瀚无尽的星空 不禁让我们感叹 人类的渺小和宇宙的伟大 心中不免好奇 宇宙的来源 宇宙是谁创造的 这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吗 当代最有名的物理学家 史蒂芬·威廉·霍金 根据他的说法 在我们存活的宇宙之外 显然还有宇宙 我们的宇宙有黑洞 黑洞是联系 这两个宇宙的通道 2007年 科学家在研究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CMB信号时 发现一个巨大的冷斑 也就是Cold Spot 其中完全是空的 没有任何正常物质 或者暗物质 也没有辐射信号 为什么宇宙中 会存在如此怪异的时空 科学家便认为 这就是另一个宇宙存在的证据 并且假设 这些同时存在的宇宙 有的和我们所在的宇宙相似 有的则大不相同 比较靠近的宇宙会相互排斥 增加相互之间的差异 但是2015年 宇宙学权威安德烈灵德 和亚兰古斯则认为 即便存在其他宇宙 也离我们非常遥远 我们永远不会与其法身接触 在这种背景下 霍金不排除地球上的生命 可能是其他外太空星球上 更高级的生物 所拨下的种子 他更认为 黑洞是不同宇宙间的通道 这些近代天文物理学的进展 以及多位大师的鼓吹 大大影响我们对于宇宙 生命的概念与认识 对各宗教信仰的撞击 更是巨大 甚至于可能是宗教崩解 身为基督教生命科学研究者 我倒不以为然 反而认为近代科学 尤其是天文学上的重要发现 其实提供了上帝存在 与其伟大创造的确切证据 也证明上帝的话语 圣经之无误 宇宙中充满各种怪异现象 本不足为奇 科学家各种解释 着实聪明 或许也可以满足世人的好奇心 但毕竟涉及宗教信仰 自有上帝为其最终解释 《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西伯来人的天 是指宇宙的意思 原文用的是负数形 指两个宇宙 起初上帝创造两个宇宙而已 一个是我们居住的宇宙 一个是上帝宝座所在的天 圣经远在古希腊 德摩克利特之前 就不否认 在我们居住的宇宙之外 尚有个存在 而宇宙的数目有几个呢 创世纪说两个 我们不知道这个两个天 是真实的两个 还是在此只聚焦 表明和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有相互关系的那一个 但多重宇宙论 早在圣经中就已确切提出 人类却花上数千年 才证明圣经无误 真是令人浩叹 上帝的伟大与真实 自古以来 科学家努力探讨宇宙奥秘 他们的好奇心与丰硕成果 固然让人敬佩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研究成果 是在证明圣经之无误 更可以让我们深信 圣经所说的上帝 是伟大真实的创造者 因此 每当我抬头仰望浩瀚天际 就想起圣经诗篇十九篇 一到二节 诗人所说 诸天树说上帝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我就赞叹我神的伟大 他的创造何等奇妙 勤读圣经 使我在从事科学研究中 总是遇见那位伟大真神 上帝 非常感谢台湾清华大学的生命学院 潘荣龙教授的分享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黑洞 黑洞到底是不是宇宙的通道呢 在黑洞里面 是不是真的时间是停止的呢 甚至有些人误以为啊 黑洞呢 就好像这个吸尘器一样哦 一旦有物体靠近呢 就会全部被吸进去 可以说黑洞啊 让人有很多想象 相信当我们的科学 越来越进步 有很多自然现象的谜题 就会慢慢的被解开 而在还没有完全解开的时候 我想对我来讲啊 最棒的就是 我相信有一位造物者 而我相信造物者 让这些自然现象存在 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也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 有机会去认识他的创造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by bwd6